我现在来介绍的是 arctangent的微分 arctangent x 的微分 这个叫做反正切函数 它的微分的话呢是什么呢 我先告诉各位同学的结果 f' x 的话呢是 1 加 x 平方 分之 1 那重点是在哪里呢 它这个微分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主要是它的积分 这个积分的结果的话呢是arctangent 但是的话呢我们的话呢 还是先从微分的角度来做好了 我们要证明arctangent的微分是 1 加 x 平方 分之 1 做法的话呢跟arctangent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首先的话第一步我们就这么做了 来就这么写 tangent arctangent x 我们的话呢会等于 x 那 x 的话呢范围的话呢没有限制 首先的话呢在下一步是怎么做呢 第一步我们列出了这个式子之后 第二步就是两边一起微分 tangent的微分是 second平方 这边是照超 然后再乘上里面的微分 连锁率告诉我说arctangent的微分 是等于 1 于是的话呢我们可以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arctangent的话呢被我们给算出来了 arctangent的微分是 于是arctangent的微分 是等于 写法是这样写 second平方 arctangent x 这样的写法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们大家都知道这样写法我们都没有人会喜欢的 于是的话呢我们要做一点小小的改造 首先的话呢我们教各位同学做法 就是先让他这个叫做θ 来我们是这么做 另 tangent的θ 叫做x 也就是arctangent x 就是θ 我们画一个三角形 来我们在这边画 画一个直角三角形 好我们看啊 tangent的话呢是 这个是叫做θ 我们在这边写一个θ 对边比零边 这是x 所以它对边是x 零边是1 那么斜边呢 斜边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必识定理告诉我们说 这里是根号 1加x的平方 好 现在它继续写了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 那arctangent的话呢是等于什么呢 arctangent的微分我们就可以 光明正大的直接变成 second平方θ分之一 是不是 那么second的话呢大家都很清楚 second就是cos的导数 那么我们的话呢就把它写成cos的平方θ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cosθ是多少 来我们在这边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cosθ是斜边 分之零边 那么平方就是把根号给去掉 于是是等于 1加x平方分之一 那么我们就很轻易的去证出了 arctangent的微分 等于1加x平方分之一 1加x平方分之1 1加x平方分之1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